我们都知道MC中的门是不会自己关闭的 如果你发现你搭建的住所门会自己关闭 请立刻退出世界 本期玩家邀请了自己的好朋友阿黄和小美 进入了自己的私人服务器一起游玩 和阿黄一进来就开始破坏玩家搭建的住所 玩家很生气 他已经后悔让阿黄加进来了 这简直就是个熊孩子呀 玩家实在忍不了了 就打了阿黄一下 结果阿黄竟因为这一气之下离开了 这阿黄也太小心眼了吧 只允许你破坏别人的世界 别人连抱怨一下都不行了 退出去也罢 玩家正不想和阿黄一起玩 现在服务器就剩下他和小美挺好的 随后玩家修复了一下住所 接着便打算和小美一起下入的矿道挖矿 可下一秒玩家就听到了一声奇怪的声音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小美好像也听到了 两人都很确定这不是来自MC中的声音 难道服务器出现故障了吗 玩家打算重新启动一下服务器 但小美觉得没必要 于是玩家也就没太在意 他随后返回住所拿了一些火把 准备下入矿道寻找小美 可接着他便发现了新的异常 屋门怎么关闭了 玩家清楚的记得自己刚才进来时没有关门 怎么回事 他赶快在消息框询问小美 小美表示自己一直在矿洞并没有回去 可是服务器救他们两个人 如果不是小美关的门 还能是谁呢 玩家感觉服务器内有点不太对劲 他决定再观察观察 看看这种现象还会不会再次出现 就这样他一直等到了天黑 多次观察屋门后 并没有发生屋门被关闭的诡异现象 随后他才放心的下入到了矿洞寻找小美 小美扔给了玩家一些自己挖的清金石后 两人便一起开开心心的回到了地面 小美建议玩家私下抽供给阿皇道个歉 毕竟大家都是好朋友 玩家觉得小美说的对 于是便爽快的答应了他自己会道歉的 接着二人便去入睡度过了黑夜 玩家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那就是他经常会随手不关门 所以一觉醒来 小美就询问玩家昨晚是否将屋门关闭 玩家很清楚的记得自己没有关闭 但是二人再次来到屋门口时 屋门却是关闭的 这下玩家懵了 自己也不记得自己到底随手关门了没有 但是以自己平常的习惯 自己没有随手关门的这个习惯呢 或许可能大概自己昨晚随手把门关上了 自己也记不清了 但是屋门自己肯定不会关闭 玩家越想越感觉心里发毛 但是小美觉得应该是玩家记错了吧 随后二人打算制作下解传送门 于是他们分工行动 小美继续下入矿洞 玩家则是忙碌自己的事情 他喂养了一下屋外的牛牛们后 便再次返回了住所 注意现在的屋门是关着的 可玩家刚进入住所没几步 一声关门声传来 一个回头屋门竟关闭了 What 这是李普妈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 玩家查看了屋外 没有看到其他人的身影 随后他多次打开屋门 但没多久便会关闭 他赶快在消息框再次告知了小美 随后他在住所内又重新搭建了几个新的门框 并安装上了新的门 他想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别人在恶作剧 如果真的是游戏中门发生了故障 那么其他的屋门也应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小美回来后表示无法理解玩家的行为 但他也没多说什么 回来存储了一下物资后 小美便再次下入到了矿洞 而玩家则继续待在住所 他将所有的屋门都打开 然后静静的等待着 很快新的一天到来了 屋门自动关闭这一诡异现象 一个晚上都没有发生过 于是玩家保持着屋门打开的状态 一大早就下入到矿洞寻找小美 两人在矿洞待了一会儿后 便一起上路到了地面 可这次上来后 屋门又处于关闭状态了 并且屋内所有的屋门都被关闭了 现在玩家可以确定不是小美干的 那么到底会是谁 随后屋门会自动关闭的这一现象 又开始不断的发生 小美和玩家都很慌张 小美一度的怀疑是玩家在自导自演 因为他前脚刚进屋门 后脚门就被关了 尽管玩家再三强调不是自己干的 但小美还是不太相信他说的 随后他也退出了服务器 这下服务器内仅剩下了自己一个人 玩家检查了一下住所内外 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东西 但是屋门就是会自动关闭 只要自己一打开 不盯着屋门 他必定会关闭 但是如果自己盯着屋门 屋门就不会关闭 似乎这些门有意识一样 这太诡异了 玩家逐渐被这诡异的现象整得破防了 服务器内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存在吧 怕什么来什么 当玩家不知道第几次返回住所时 这次回来 有一个黑影站在门框上 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不见了 刚刚就在这里 玩家彻底慌了 他已经不敢再待在住所了 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朋友阿黄又加了进来 玩家觉得一定是阿黄搞的鬼 于是他的二话不说 上前就Q掉了阿黄 阿黄骂骂咧咧的再一次退出了服务器 他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原谅玩家 并且不会再加入他的世界 但是玩家现在根本没有功夫在乎这些 他只想确定这到底是不是阿黄干的 没多久后 小美也再次加了进来 但奇怪的是这次小美竟说自己无法移动 玩家很好奇 他立刻返回了住所 可开门后的一幕 他彻底的慌了 只见一个黑影快速的逃离 而小美则躺在了地板上 一条红色的系统消息弹出 小美已经瘫痪 什么情况 这个黑影到底是谁 小美这下更加气愤了 他怀疑这一切都是玩家干的 他故意恶搞自己和阿黄 随后小美再次退出了服务器 他也表示自己不会再加入玩家的世界了 玩家来不及给小美解释 他必须要查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后他找遍了住所内外 包括矿洞内 都没有发现那个黑影 当他正准备返回地面时 突然他听到住所的方向传来了诡异的声响 他马不停蹄的再次返回了住所 上来后 他小心翼翼的打开门 一切正常 屋内地板上除了一些不辣的 并没有看到那个黑影 阳台也一切正常 可下一秒 当他再次开门时 那个黑影就站在门口 怀念吓得顾骨的犹豫 他本能地快速逃离了住所 故事到此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